农友会近年来历推农村再造 台中线外埔乡永丰社区 过去几乎只产葡萄 虽然后来改种了多元蔬果 却还是滞销 甚至还遭到了中盘商剥削 于是农民呢 就干脆自主筹备 农夫市集 自产自销 强调养生有机 为社区开辟了新的奇迹 肥大的虎龙果 可是当天就从田梨取下来的新鲜货 几个简单的帐篷和桌子 摆得全市市场买得到的鲜果蔬菜 这是台中外埔乡永丰社区 最近兴起的农夫市集 以前在市场摆摊的阿嬷 现在也把自家中的菜摆来这里卖 乐活多了 你搞得很好 来这里大家比较猪蜜 比较感兴趣 不要说白色 我们先以来说谈这个茶几 两个做的时候计划就行 大家辛苦去摘 结果都没得好的计划 所以算我们的付出和收到不成比例 不想让心血再白费 村民决定自产自销 不但强调有机无毒也多了点变化 无毒芽菜健康养生 市场看不到的手工造 手工艺品打造农夫市集拼观光 由社区小农发起筹组 不但活化了当地农产 也为社区发展闯出新路 带来新契机 民事新闻 请不吝点赞